大家好,我是Louis 今天介紹橫花村的24座單位 3房單位的15億元 我們是工廠,我們現在再去看看 這裡業主要做了一個入場櫃 可以買鞋或雜物的東西 我們再進去看看廚房 廚房業主要把洗衣機和冰箱 因為業主之前都是用的 看得出L型是很闊落的 方便經常煮飯就會很適合你用 之後再看看客廳 客廳放了梳化和電視機 還有水晶吊燈 即使你放了傢伙後 你見到空間還很闊落 空間很大 再來看看飯廳 業主放了一張書桌 放了一間屋櫃 方便用來吃飯或工作用 其實都非常闊行 然後看完客廳之後 再看看房間 先把第一間房 第一間房 用來做了一個儲物房或書房 方便用來工作用 看書或放雜物用 然後再看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就是給小朋友用的房間 可以見到這間房的景觀 都是他的外園 這裡的景觀是開圓的 不是清休清淨 一定不會吵到小朋友學習 睡覺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主人房間 看到主人房放了一張大約五呎的床 竟然還是很大 可以看看 因為這個房間放了一個入場櫃 做了一個大入場衣櫃 看到這個空間 非常之 計算家庭的服用 再進入洗手間 洗手間 這裡業主做了一塊大的玻璃 還有他們已經割了一個棋竿 最後我們再看一次一個拍板的感覺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我叫Louis 如果有需要找資料可以問我 我才能夠接著